今日已經是黎智英案第53日的審訊 繼續由本案第四名重返證人 十二港人之一的李宇軒作供 菲伦德有份組織IPAC 即是所謂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並且找李宇軒為IPAC編寫網頁 李宇軒指菲伦德有份成立IPAC 但他不知道菲伦德在何時成立IPAC IPAC集合了來自不同地區或國家的議員 而這些議員都關注中國議題 並且會討論作為自己國家議員的回應 如果有需要,這些議員之間亦會互相配合 李宇軒就中國議題舉例 指IPAC曾經討論對中國的貿易依賴 香港國安法和引渡條款等 李宇軒說 IPAC公開前 菲伦德曾經找他做過一些預備的工作 例如為IPAC編寫既安全又高質素的網頁 他除了可以修改網頁的資料 亦都可以上載文件到網站 他指沒有其他人修改或更新IPAC網頁的資料 直至他被捕為止 李宇軒協助菲伦德邀請三美至英里加入IPAC 李宇軒說他當時曾經接觸日本眾議院議員三美至英里 因為IPAC希望每個國家都有兩名主要政黨議員擔任聯合主席 該國的其他議員擔任一般成員 而一般而言只有聯合主席會出席IPAC的會議 李宇軒有解釋 菲伦德成立IPAC其中一個願景是成為無黨派聯盟 所以每個國家有兩個來自不同政黨的議員會比較平衡 這個做法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就是為了打擊我們國家和香港特區 李宇軒繼續指 當時接觸三美至英里 他表示可以代表在野黨的一方 但他仍在考慮推薦其他人 而他另外需要聯絡執政黨一方的議員 後來李宇軒向菲伦德提供了兩名議員的姓名 另外在IPAC正式公開之前 他曾經向菲伦德提過是否要接觸傳媒 而如果菲伦德當時在信息中回覆需要 他會將信息轉發給重光團隊 即SWHK的成員 而菲伦德回覆 我只是向黎智英介紹目前的情況 稍後會被你新聞稿說 SWHK加入IPAC中央秘書處 菲伦德、李宇軒、陳子華 和所謂的重光團隊曾經討論 SWHK是否應該加入IPAC 但他們憂慮這樣做 會不會令到李宇軒和SWHK的身份暴露得太多 會不會太高調呢 菲伦德其後代表IPAC向李宇軒表示 IPAC各國議員不希望SWHK加入IPAC的中央秘書處 怕會破壞IPAC表明沒有任何隸屬關係的立場 而且當時亦有其他社會活動和國際游說組織 要求加入IPAC 但全部都被IPAC以上的原因拒絕 李宇軒指SWHK最終都有加入IPAC的秘書處 SWHK並且在2020年6月14日發布的Facebook貼文內公佈 李宇軒指因為他個人為IPAC編寫網頁 接觸日本議員 提供資訊科技方面的建議等等 而SWHK其他成員也和菲伦德透過TG有合作 所以IPAC被SWHK重光團隊加入 李宇軒將文章上載至IPAC的網頁 英國政客安德魯倫斯在2020年7月6日 傳電子郵件給李宇軒 要求將一篇名為IPACNZ成員呼籲 反對香港引渡條例 和另一篇奧康納議員和奧玉議員的聲明 要求李宇軒將文章上載至IPAC網頁 又提到2020年7月10日發布由澳洲眾議院議員 其IPAC成員海文安德魯斯所讚寫 名為《房間呂的紅》的文章 分別敦促新西蘭政府暫停執行和香港的引渡條例 以及呼籲澳洲政府對中國實施馬克尼知識的制裁 李宇軒收到指示後 便即時將文章上載到IPAC網頁 我們可以看到李宇軒所說的事實越來越精彩 還有很多細節 明天會繼續和大家分析有關 會報導有關黎智英案的進展 今天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